水泥車開在山路上 後方雙載的高中生超車不慎 一個重心不穩 慘被輾過 從另一個角度看 雙載的高中生鑽縫超車 騎在山壁跟水泥車的中間 距離貼得超級近 機車突然一個晃動 搭滑踩摔 兩人瞬間被水泥車輾過 要去送水泥 感覺有東西撞到的聲音 發現輾到人了 水泥車駕駛下車查看 兩名高中生躺在地上 一個下半身扭曲變形 另一個被爆頭 血肉模糊 腦漿漏滿地 現場畫面太過血腥 路過的駕駛都忍不住 發出驚呼 南投仁愛台十四線上 發生驚悚死亡車禍 兩名未成年的高中生 和其他同學共五人 相約從何歡山武嶺 兩個人沒有駕照 同學幫忙租車 上山途中卻發生意外 兩名高中生 五兆雙載超車時 打花死狀淒慘 募集同學被嚇哭 家屬指控道路設計有問題 就是那裡是有一個 類似一個R的窟窿 然後旁邊有一些殺死 就算是旁邊沒有殺死車 有可能騎下來 後面是轎車開快點 過去也可能受傷很嚴重 十七歲的高中生 五兆騎車丟了性命 家屬卻認為是坑洞害命 計畫提起國賠 五兵高三同學 假日衝何歡山 兩人意外被嚇死 再也回不來 這段有請韓志欣 在錦城南投採訪報導